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俄罗斯的恐怖片《新娘》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在19世纪的俄罗斯有一种灵魂照相术 底片可以把死者魂魄的水分的牢牢锁住 并且持续干爽一整夜 哎不对 好像串词了 应该是等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可以冲淡人间了 转场之后 眼镜叔正在为他死去的老婆大兄妹拍照 可大兄妹就是不配合呀 把眼镜叔急得是不要不要 为了能够让大兄妹起死回生 继续和自己闷点蜜眼镜叔想出了一条附身的妒忌 但他知道 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顺利还魂呢 就必须找到一个纯洁的女人 可处女就像凤毛麟角啊 实在是太难道 眼镜叔把俄罗斯学梦了个遍 最后一个浓奴的女儿龙套妹进入了她的世界 龙套妹说你这个人杖 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早晚那句话 眼镜叔说我整天会记 我后方早就射手了 龙套妹被装进棺材里没多久啊 突然就伸出了一手 在场的这帮人一看呢 吓得当下都是猛的一颤 过了没几天 大兄妹果然冲回人间了 大兄妹说我记得我已经领了盒饭了 怎么又莫名其妙的出现了 大兄妹说着 无意中往镜子里边一看了 可就不干了 说你这个大混蛋 你是不是打算双飞燕呢 转场之后来到了21世纪 吃瓜妹是边上课边闷嘚蜜 这一觉睡的甭提有多惬意 老师说看你困得像调狗 昨晚上是不是又闹一宿啊 旁边一位女同学说 她明天就要结婚了 所以提前晾晾手 回老家之后 吃瓜妹接到了她妈咪的电话 她妈咪说 你怎么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看见帅哥就想上 结婚之前 你至少得先摸摸她家的情况 这万一上了床 她是抽流氓呢 吃瓜妹说 上床再不耍流氓 身体肯定不正常 在牧师的主持下 吃瓜妹和大眼哥 终于可以合理合法的开车了 牧师说二位小号 我店里不仅有皮铁手铐 还有春药和安全套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嫁我无信号 转过天 大眼哥带着吃瓜妹 回老家看望自己的姐姐 冷淡姐说 我们家这老房子年久失修 晚上你们开车的时候 千万别超速 不然这房子的大梁 可真卡不住 睡觉之前吃瓜妹说 我总觉得你们家阴气特重 该不会闹出人命吧 大眼哥说 老宅子就是容易闹鬼 如果你感觉有什么邪气 只要闭上眼睛 数一二三就没事 到了后半夜 吃瓜妹被一泡尿憋醒之后 无意中发现 大眼哥正跟冷淡姐滴滴 看两人神神秘秘的 什么害人的毒计 第二天的一早 当吃瓜妹醒来之后 发现大眼哥不见了 当她正在屋里瞎悬目的时候 冷淡姐突然出现了 冷淡姐说 我们家可是漏电啊 你没事最好不要下酒员 万一你要是领了盒饭 我弟弟可怎么办啊 吃瓜妹说 大眼哥哪儿去了 冷淡姐说 她跟朋友去城里有事要办 你自己先随便拽一拽 吃瓜妹给大眼哥打手机 可对方一直不在服务区 这下吃瓜妹可彻底懵逼了 随后冷淡姐拿出一件裙子 递给了吃瓜妹 说这是我曾祖母的连鱼群 明天婚礼你穿上她啊 一定光彩着人 冷淡姐说着 又把她曾祖母的戒指 戴在了吃瓜妹的手上 说弟妹啊 你看你现在多惊艳的 简直就像我曾祖母 大兄妹灵魂在线 到了晚上 吃瓜妹突然看到了 一个诡异的画面 从这场戏可以看出啊 原来冷淡姐和大耳科的 曾祖库居然是眼睛熟 吃瓜妹呢 经历过这种事了 吓得脚下一滑 差点就摔断了气 刚吃瓜妹从昏迷中醒来之后啊 发现冷淡姐和胖大婶 正不怀好力的看着她 冷淡姐说 我这位堂姐可是老公一样 甭管是二逼 还是脑子被驴踢 最多两副药 马上就先笑 胖大婶拿着根笔啊 在吃瓜妹眼前晃了晃 说看目前的情况啊 应该不是脑子的 胖大婶说你是厨女吗 吃瓜妹心想 这老娘们可真是个大厂包 就我这前途后翘 能少不了月炮吗 胖大婶看吃瓜妹 小脸飞红一言不发 就误以为吃瓜妹 还真的没有被开发呢 到了晚上 大眼哥还是没信啊 吃瓜妹越想越不对劲 意识到再不走 肯定得出事 可当她提着包 正打算撒鸭子撩的时候 突然发现胖大婶 拿着个手电呢 正在院子里瞎出转 好奇的吃瓜妹跟过去 一看呢 这一巴根就窜上一股凉气 一头雾水的她心想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眼哥说 亲爱的你赶快跑 再不跑可就跑不了了 这个时候 吃瓜妹才意识到 有点大事不妙 可当她正 顾头不顾定的 往前窜的时候 突然就掉进坑里 顺风圈了 吃瓜妹被胖的事 强行灌了蒙汗药之后 就开始睡大喉觉 转场之后 当大兄妹的鬼魂 正打算让吃瓜妹 领盒饭的时候 大眼哥神奇般的出现 大眼哥说 我们家族被诅咒 不仅我妈被杀 我爹也被那个大兄妹 摧残了那一不六够 吃瓜妹说 你们家这破事 跟我有鸡毛关系 大眼哥说 我曾祖母大兄妹身上的 皮囊已经没有弹性了 所以她要不断的 找年轻的用 吃瓜妹说 咱这片子太没创意了 这不是跟万能钥匙 一个把戏吗 大眼哥说 万能钥匙是毁保母 咱这是害新娘 只要把钱挣到手 你管她有没有票房 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找到大兄妹的底片 只要把底片毁掉 大兄妹的鬼魂 就再也不会下不到 两人正聊的投机的时候 突然就被胖大婶 派来的汽车 都装懵逼了 转场之后 吃瓜妹说 你这个人杖 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早晚乱去玩 胖大婶说 我整天会网友 早就是残化外流了 随后 吃瓜妹便被装观入恋 准备领盒饭了 当吃瓜妹在棺材里 大呼小叫的时候 大兄妹就杀到了 哎呀 这姿势到底是百合呀 还是附身呢 这可把祖哥彻底搞定了 仪式结束之后 胖大婶病人 把棺材抬到地上 想看看效果怎么样 大兄妹一脸哀怨的说 你这个二逼 你知不知道 吃瓜妹已经是老司机了 胖大婶说 大姐你千万别生气 我真的不是故意 一肚子气的大兄妹 根本听不进去 一张嘴 直接就让胖大婶 嘎了屁了 随后大兄妹又找到了冷淡姐 冷淡姐说 这事谁都不能怪 我也没想到 吃瓜妹那么的不接身自爱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先开车后冷症 想找处女 简直就是白人做梦 影片的最后 被大兄妹附身的冷淡姐 好像不太对了 咱不是说好了 只能附处女的身吗 可冷淡姐都孩儿大娘了 这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 算了 管她开没开过车 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最后冷淡姐 凭借超强的毅力 一把火让自己和大兄妹 一起下了地狱 可从逻辑上看 不是说好了回底片 才能让大兄妹冷却翻 既然底片没有被鬼 那这屋子里应该还有鬼 转场之后 吃瓜的一间三口 来到了别墅 看这意思 如果有投资 估计还能再拍下一部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汤诗压景 这个魔鬼挺天真 提醒各位女同胞 结了婚的请放心